好 各位同学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下一道题目 国品公司购进了苹果有5.2万千克 每千克的净价是0.98元 最后呢 需要付运费等开支1840元 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同学们 那么最终这个国品公司 这是购进这个苹果所花费的 也就是它的成本 是不是就是这个买的5.2万千克 乘以每千克的净价0.98元就OK了呢 是不是就是简单的总数量 乘以每一个的这个净价就OK了呢 同学们都知道 不止这些 同时你是不是还得需要 这个运费等开支1840元 这是不是都是你所花出去的了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成本 所以这个总成本应该是多少呢 那应该是购进这5.2万千克所花的价钱 那么5.2万千克 我们把它转化成以千克为单位的话 那就是52000乘以0.98 再加上还有支付的其他费用开支1840元 这才是总成本 接下来预计损耗为1% 这个损耗为1%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一点点实际辛苦 实际的情况了 那就是当我们购进了苹果之后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从原产地购进 然后我们可能要消往的是另外一个城市 或者另外一个地区 所以我需要去运输 而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苹果会腐烂了 贬质了 或者可能比如说跟其他苹果相碰撞了 到最后可能就不能够再卖了 那这一部分的损耗 我们是要把它给考虑进去的 那就是最终我们会有1%的损耗 那就意味着 我原来是从农民那里对吧 从产地那里购进了5.2万千克 也就是5万2千千克 但是到我真正运到了某一个销售店 在销售的时候 我还能够卖的是5万2千千克吗 并不是了 因为在运输途中 有1%被消耗了 所以最终你能够所卖出去的苹果的总重量 应该是1减1% 也就是只能够卖5万2千千克的99% 也就是最多是只能卖这么多的 好了 那继续往下 现在呢 希望的是这批苹果全部卖完之后 能够获得17%的利润 那17%的利润率 那这个不用说了 那这个利润率当然应该指的就是成本 在成本的把这个利润占成本的多少 那么现在这个国品公司所需要支付的总成本是这么多 那么它的17%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国品公司 希望最终能够获得的利润吧 那这样用这个总成本 乘以17% 那很明显得到的就应该是国品公司销售这批股 这个苹果最终能获得的钱数 那么用这个再除以真正它实际所能够销售的这个数量 那就是52,000 然后再乘以1减去99% 好吧 到这个位置每回都得需要搁手来了 对吧 1减去99%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每卖1000克的苹果 你需要获利多少 那么自然而然 最后我们的这个每千克苹果的零售价是多少 是不是也就可以能够计算出来了 那么对于这要题来讲的话 有两个点需要同学注意 第一个就是在算总成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把这个付的运费整开支 这也要算到我们的成本当中 这1840是我的总成本 而第二个 在我们真正往外销售的时候 真正实际销售出去的苹果总数 并不是你收购进来的52,000天克 因为还有一部分在运输堂中损壕了 那么我们要把损壕的部分刨掉 那就是真正能卖的只有52,000 这个地方应该是1减1% 抱歉 那么真正能够卖出去的应该是52,000 乘以1减1%的差 对吧 真正能卖的只有这么多 那最后用总成本乘以17% 可以得到的就是我的利润 那么再用这个总利润 除以你真正卖出去的苹果总数 那这就是每千克能够获利多少 再加上原来每千克的净价 自然这就是每千克苹果的领售价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解题过程吧 成本应该是这个基础 再加上1840应该是52,800元 而真正你最终能够卖出去的苹果总数 应该只有51,480千克 所以我们最终一共能够卖出去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当中 是可以算出来总售价是61776元 对吧 一加利润率乘以成本 这是总售价 或者也可以像刚才大老师所讲解的 我们直接用52,800去除以 只乘以17% 算出总利润是多少就可以了 那算出了总价格除以我所售卖的这个 总数这样 51,480千克 那就可以算出来 每千克的定价应该是1.2元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52,800乘以17% 再除以51,480 算出每千克获得利润 再加上0.98 一样也可以算出 每千克的定价是多少了 好了 给同学 那么这个小题只要注意这两点 成本就要注意 要把什么考虑进去 第二个就是真正卖苹果的时候 你能卖多少千克 这两点考虑好 那么最后的答案也就很容易给出来了